嗨,大家好,我叫芸妮 今天我们来画这只鹦鹉 马镜看一下 这只鹦鹉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它的造型 造型一定要先画好一点 还有它的色调的渐变 无论是头还是身体 它的色调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幅画难度有点高 最后就是树的光效是怎样画的呢 这都是今天要学习的重点 那今天我也加上解说 可能看起来会更加舒服 一段时间可能我都会集中画花、鸟、树林这些 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我示范的主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那现在跟着我的镜头 我们开始学起来 好,那现在先起稿 画的时候先将这只鹦鹉的位置先定一下 然后接着再仔细的刻画 身体这里的羽毛的结构非常多 所以在画的时候一定要留意 就是这些羽毛的方向 哦,这个尾巴呢 结构比较多 所以画的时候也要看清楚 然后就开始上色了 首先我从它的红色的嘴巴开始 这个嘴巴红红的 觉得非常特别 它这个头呢 有几个渐变色 所以画的时候先要将 你感受到的颜色 先把它画出来 先打个底 然后再画它这个 鹦鹉的背部这个地方 那我先用水呢 打湿了一下 然后在上面上颜色 它这些毛呢 既有红色也有绿色 既有浅色也有深色 所以在画的时候 一不小心就会画脏了 那现在这样子呢 只是打了一次底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着呢 我们将背景呢 也涂上一层淡淡的底色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趁它湿的时候 做一些树叶的打底 那比如说 先是深色 然后外边缘这里呢 再打一些渐变的 就是这种浅的绿色 这个枝干呢 也可以趁它湿的时候画一下 留意这个枝干呢 一定要画得比较虚 特别是后面那部分 接着呢 就用纸巾 将它这个背景的某些色跟水呢 给吸掉 那这样子一吸呢 就出现了这种光效的效果 这只是基本的效果 接着重新又回来 画鹦鹉 那画的时候呢 就可以将 鹦鹉的这些毛呢 把它给区分开 那在涂这个色的时候呢 也要留意 不要涂得太生硬了 所以呢 那这个底色呢 要非常小心 就像这样子一样 现在基本上就将大致的色彩倾向画出来了 接着将下面的结构也稍微细分一下 这应该是翅膀 勾完线之后再用笔稍微推一推 不要令到边缘都很锐利 头部这个地方现在好像还没有成型 因为更多的细节还没有刻画 现在开始来画他的眼睛 还有加强一下比如说像嘴巴这些地方 尾巴的结构也要稍微区分开来 好接着呢就来画头部了 那经过刚刚的打底 现在在画头部呢 他的色彩就非常丰富了 然后呢就画树枝 那画树枝的时候呢 我是先画深色那部分 那相当于说深色那部分呢 就是背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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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这只鹦鹉呢 它身上的色彩渐变了非常多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只是画了个大概 上面的色彩变化真的太丰富了 这也是吸引我画这只鹦鹉的原因 其实我现在所画的 比如说像鸟啊 燕鸥啊 鹦鹉啊 还有前面的所有那些食物呢 都是我第一次经历的 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画过这些 所以觉得也是一种挑战 不过挺好玩的 你们有空呢 也可以像这样子 拿起笔纸 然后撕一下 不过呢 水彩 水彩这个纸呢 还是挺重要的 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不要用一般的纸 因为用一般的纸 是起不到这种效果的 其实像这种水彩纸 也不是很贵 可以 买一两本 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画 接着画了叶子之后呢 再画上树干 这小树枝 刚刚有没有看到 这个树叶的画法 画的时候 千万不要画死了 如果涂的太多了 太厚了 其实是不OK的 就是远的 远的地方呢 要虚嘛 所以 鸟呢 实一点 那背景一定要虚一点 最后再做调整 看看哪个地方 还画的不大 足的 就是需要调整的 再稍微调整一下 画树枝的时候 也不要 都很明显的全部露出来 要有虚实之分 我本以为呢 画了这样子 已经画完了 不过后来 干了之后 觉得好像还不 不够 还不够足 就是效果还做得不够好 所以呢 我又将这个叶子呢 加深了 这样子看起来 可能会舒服一点 然后把之前画的 这个背部的 那些深的颜色 也稍微 擦掉 就是想再调整一下 水彩画 是可以洗的 如果你觉得 某一部分画的 不够好的话 是可以稍微 将那些 色调洗掉 洗完之后 重新再调整 一般像这种画呢 我都会分两次画 第一次呢 就是像刚刚那样子 画大概六七成 然后第二次呢 我在 在精神很好的时候 然后再做一下调整 一般都是第二天 然后再做一下调整 那基本就差不多了 画到这个样子 好了 那我希望我的视频讲解 还有我这个演示呢 能够让你们更加清楚 整个过程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也希望呢 你们能够从我的视频里面呢 学到一些知识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了 那今天就 讲解到这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